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你是否觉得减肥很困难? 你是否羡慕那些不易胖的人? 其实,夜间睡眠是影响减肥效果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能在睡觉的时候提高你的代谢 你就能在不知不觉中燃烧多余的脂肪 让你更容易瘦下来 今天的影片将告诉你如何提高夜间代谢的八个懒人减肥法 让你睡得好,减得快 1.睡前减少酒精、咖啡因摄取 酒精和咖啡因会干扰你的睡眠品质 影响你的深度睡眠和新陈代谢 深度睡眠时,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 这是一种可以促进脂肪分解和代谢的荷尔蒙 如果你睡得不好,你的生长激素就会减少 你的减肥效果就会打折扣 所以,睡前不要喝酒或咖啡 选择一些有助于放松和入眠的饮品 如牛奶、蜂蜜水、薰衣草茶等 2.补充合适的营养素 有些营养素可以帮助你提高增长激素的分泌 或者改善你的睡眠品质 让你的夜间代谢更高 这些营养素包括酶 叶酸、维生素B6、胭碱酸、维生素C、铁、钙、氢等 你可以透过食物或者补充剂来摄取这些营养素 但要注意不要过量 也要避免在睡前服用 以免影响睡眠 3.注意晚餐时间 选高纤低热量食物 晚餐的时间和食物的选择也会影响你的夜间代谢 如果你吃得太晚或太饱 你的身体就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能量来消化 而不是燃烧脂肪 因此 你应该在睡前3-4小时吃晚餐 并且选择一些低热量 高纤维的食物 如森绿色蔬菜 苦瓜 小黄瓜 鸡胸肉 毛豆 鱼虾 花枝 鸡蛋等 这些食物可以帮助你促进消化和新陈代谢 同时也能让你感到饱足 避免暴食 4.控制压力 压力是减肥的大敌 它会影响你的内分泌平衡和代谢速度 让你更容易发胖 因此 你应该学会控制和缓解压力 让你的身心更放松 也能帮助你入眠 你可以尝试一些有助于解压的方法 如冥想 瑜伽 听音乐 看书 写日记 跟朋友聊天等 找到适合你的方式 让你的生活更轻松愉快 5.睡觉时灯光要暗一点 灯光的亮度和颜色 也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和夜间代谢 亮光会抑制你的褪黑激素的分泌 褪黑激素是一种 可以帮助你入眠和刺激生长激素的荷尔蒙 如果你的睡眠环境太亮 你就会难以入睡 也会影响你的深度睡眠和新陈代谢 因此 你应该在睡觉前关掉所有的灯光 或者戴上眼罩 让你的睡眠环境更暗更安静 6.适量的有氧锻炼 有氧锻炼是提高代谢的最佳方式 它可以帮助你消耗多余的热量和脂肪 同时也能增加你的肌肉量和基础代谢 你可以在晚餐后进行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 如散步 慢跑 跳绳 骑自行车等 持续20到30分钟 让你的心跳加速 出一点汗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你消化 也可以让你的夜间代谢更高 但要注意不要运动过度 否则会影响你的睡眠 7.睡觉前不要喝太多水 水分的摄取对于减肥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帮助你排出田内的废物和毒素 也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水嫩 但是 如果你在睡觉前喝太多水 你就会在半夜起来上厕所 打断你的睡眠 影响你的夜间代谢 因此 你应该在白天多喝水 而在睡前两小时就停止喝水 或者只喝一小杯 避免让你的膀胱过度负担 8.保持规律作息 保持规律的作息也是提高夜间代谢的关键 它可以帮助你调节你的内分泌系统和代谢速度 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你应该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 并且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一般来说 从年人需要每天睡7到8个小时 才能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 你也应该避免夜间熬夜 或者使用电子产品 这些都是提高夜间代谢的懒人减肥法 你只要在睡觉前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就能让你的身体在睡眠时更有效的燃烧脂肪 让你更容易达到理想的体重 当然 如果你能配合一些适当的饮食和运动 你的减肥效果会更好 记住 睡觉也是减肥的一部分 不要忽视你的睡眠品质 让你的夜间代谢更高 让你的减肥更轻松 今天的影片介绍了8个懒人减肥法 让你在睡觉的时候提高你的代谢 燃烧多余的脂肪 让你更容易瘦下来 这些方法包括睡前减少酒精 咖啡因摄取 补充合适的营养素 注意晚餐时间 选高线低热量食物 控制压力 睡觉时灯光要暗一点 适量的有氧锻炼 睡觉前不要喝太多水 保持规律作息等 这些方法都是简单一行的 你只要在睡觉前做一些小改变 就能让你的夜间代谢更高 让你的减肥更快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